因應迅期即將來臨 華聯施工所16號上午特別攜手 第九河川局 在太平洋公園舉辦了110年度的防汛強弦演練 希望透過經驗分享 讓災害應變中心人員可以更加熟悉應變機制 進而強化救災默契減低災害的風險 要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華聯施工所16號上午特別攜手第九河川局 在太平洋公園舉辦了110年度防汛強弦演練 這次特別是一副核式項目作為規劃 從災害發生到最後的災情匯總 共設計出13個情境作為演練 現在小心翼翼將我們的災民接下來 同時由我們收容所的人員 我想我們沒有辦法去避免災害 但是一旦災害來臨 透過我們大家的整備跟演練 可以將整個損失降到最低 從今天的演習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花蓮市面對的 第一個是我們面海 我們南兵在颱風期間 其實花蓮往往都是颱風直撲 所以浪高甚至對水利設施 或者是我們排水的出口會造成阻礙 另外這個部分是會發生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花蓮市的人口非常的稠密 我們剛剛在演習也很清楚的知道 在整個花蓮市有九座的抽水站 這個部分在整個颱風 凹雨期間都必須要功能正常的運作 第三個就是我們在花蓮市 還是會面臨到不斷地地震的問題 這些地震它也有可能也像今天的演習一樣 就在颱風天發生 所以這種複合型的障礙一旦發生 其實它所需要的整備跟應變的能力 需要更加的加強 每一分的訓練都是非常重要 剛剛我們看到13個狀況 13個狀況都是真實發生在花蓮市 那也真的因為有這些防災的經驗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不斷地傳承給新一代的 新近的不論是公務人員也好 或者社區的民眾也好 都能夠一起加入防災的每一個堅定 今天謝謝我們19核酸局 它也提供新的一個防災系統 能夠讓我們更精確地掌握住 每一個如果有積淹水的一個內水的問題 讓我們可以快速來做相關的反應 這次的演練項目包括提防強陷工法 抽水站操作機出海口雨殺清除 水患封路及障礙物清除核腳管演練 另外還有消防局垂降吊掛救難等等 其中花蓮市立幼兒園小朋友 今年更是持續投入演練作業 頂著防災頭套的小朋友與社區民眾 在地震防災演練裡頭表現得可圈可點 而今年還特別增加了因地震而發生電線掉落 引發火災的項目 讓複合性演練更加逼真寫實 也能透過經驗分享 讓災害應變中心人員能夠更加熟悉應變機制 進而強化救災默契 預計降低災害風險 確保民眾生命彩彩安全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